明天 陈妹凝轻 公主皇后娘娘 容四哥 你怎么才来啊 母后开席之前 已经问过你了 本宫自然是 跟李太傅读书 延誤了事辰 鬼才信你呢 公主有心了 快起来吧 谢皇上 这对盘龙玉镯 自先帝赐下 一直埋没于臣妹府中 明珠蒙臣总归可惜 特借此即日 承与皇后娘娘赏完 皇后 宁卿可是把自己 押香底的宝贝 都拿出来给你做贺礼了 你可得重赏啊 我看公主最近轻瘦了些 本宫宫里还藏着一株 千年的老汁 公主拿回去 好好地补补身子吧 谢过娘娘 臣早就听闻 盘龙玉手镯 乃稀释其真 一直未曾得见 深感遗憾 不知皇后娘娘 能否接臣长长眼 拿下去吧 这手镯在宴品中 那是顶尖的精致 可与真品相比 那是天壤之别 冯安公 劳烦您再仔细看看 这确实是父皇当年赐的珍宝 平日里本宫都不舍得清奇 怎么可能会是假的呢 莫不是您老眼昏花看错了 公主 你若是不信 那你就看好了 你 公主 公主 冯安公 你这是何意啊 陛下 娘娘 请看 盘龙镯之所以珍贵 是镯子里面的血浸 深入了玉损 表面看上去 隐隐绰绰 宛若龙纹 再看这只镯子的断面 分明是提油上色造的甲 这甲虽然造得高明 一旦摔碎 便一目了然 公主若是心疼宝物 那不限也就是了 何必做出这样的事情 欺骗陛下和皇后娘娘呢 盘龙玉主 千针万确是先帝次的奇针 臣妹怎敢造假糊弄娘娘 臣妹知道是何人 调换了玉捉 正是臣妹的府中掌事 女官总管 卢氏 快先把公主扶起来 地上粮 莫伤了身子 事关臣妹清白 此事不查 臣妹怎敢起来 臣妹肯请皇后娘娘 彻查此事 为臣妹讨一个公道 陛下 如果此事真如公主所言 是总管卢氏所为 那此人实在可恶 依陛下看 此事该如何处理啊 朕若是单凭宁卿一句话 就倾下结论 也未免太草率了 父皇 儿臣愿彻查此事 还宁卿姑姑一个清白 这是皇家自己的事 不能派你去都办 省得旁人说朕寻思 对了 那个为其抗旨的杨灵 不妨封他一个 内庭行走的名头 那就让他来办此事吧 父皇若是愿意 让杨氏奴都办此事 那真是再好不过了 皇上 皇上 奴才长着内庭采办 不如让奴才同去 说不定能帮得上杨氏独的忙 好 准了 传侦下去 主令内庭行走杨灵 携司令监总管王岳 共同督办此事 即日起 彻查宁卿宫